信业遮业 戒法有信戒 遮戒 信 指这个戒法的体性啊 就是指 杀到阴亡 杀生 托盗 邪淫 出言断云的不淫欲 还有口业的妄疑 这些就是你不持戒 没有出家不持戒 一样有罪过 他的体性就是罪过 所以叫做信罪 这里的信业也是造作 造作杀到阴亡 这是他的体性本来就是违法的 就是国家的法律 这个杀人有罪 要赏命 偷盗 做偷 做这个小偷 强盗 土匪都是有罪的 要受国家的法律制裁 协盗 债家人也有要保持这个不协盗 协盗也是有罪的 国家的法律都有规定的 万一欺骗人 诈欺也是有罪的 所以他的体性本来就是有罪 这个叫做信罪 那么去造作就叫做信业 所以三大元王这四根本见 无论佛置见不置见 他一向是有罪 因此叫做信罪 造成了叫做信罪 正在造就叫做信业 遮 是遮止 经过佛的规定 做了这个事情才会有罪 如果佛不遮止 没有建立戒条 那么世间人做是没有罪的 举例说 五戒里面的饮酒戒 饮酒戒就是遮戒 因为世间法 喝酒是没有罪的 国家的法律 喝酒 没有定罪 世间人的侮辱 他以为他是一种 欲落的情况 不算罪 但是佛法里面呢 不能喝酒 为什么呢 这个酒是迷魂狂药 它会使人乱性 那么如果是喝酒喝醉了 前面三大阴王 四根本界 通通都保持不住 都会遭到破坏 因此之故 经过佛制戒才折制 没有制戒没有罪 制戒就有罪 例如饮酒 在家五戒里面 饮酒也有罪 出家人 饮酒一样有罪 这个是叫做遮夜 遮夜 经过佛的规定 遮止之后 有的时候 碰到特殊情况 也可以开放的 例如饮酒啊 假如治病 身体有病 非酒不了 没有酒的话 这个病治不好 不得已 因为治病可以方便 可以开放 因为这是遮戒 所以遮戒 开又遮 遮而又开 那么开开遮遮 经过几番这种情况 在比丘戒里面遮戒这种情形很多的 所以像酒戒之类 经过佛的遮止 造了就有罪 不造 如果不受戒就没有罪 不受戒 总然去喝酒 没有罪 这一类的戒法就叫做遮戒 这个遮戒以此为例 比丘戒里面 这类的遮戒很多 二百五十条里面 有很多属于这类遮戒 这就叫做信业遮业 信罪遮罪 如果造了就有罪 本来就是罪 那是信业 如果佛不自戒没有罪 自戒受了这个戒有 才会有犯戒之罪 那就叫做遮戒 信戒如果犯了 会有两重罪过 在家人不辞见 他犯了三道阴亡 只是犯了国家的这个法律 要受国法的制裁而已 他只有一个罪 中一家人 他犯了这个罪法 就有两重罪 怎么两重罪呢 一个是信罪 本来就有罪 要受国法的制裁 一个是受佛制而没有持好 违背佛制 那是违背佛制的犯戒罪 所以出现人犯了三道阴亡 就有两个罪 一个是世间的信罪 一个是违背佛制的犯戒罪 有这两重 所以信夜折夜的不同点在这里 折夜只有折罪 信这二夜已经说过之后 再说这个三千威仪 八万世行 三千威仪在藏经里面 律藏里面有大比丘三千威仪经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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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方四八二 莫名 中华印经协会 中华印经协会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道料理是 南瓜蔬菜面疙瘩 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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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想莫相切 有多多原因 你之前就得到 我不能用了 比亚、比亚、鍋, 墨尼德道 空洞 油 加在红色 撒落 腋 我对你晾得多争 做手 封面 湿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道料理 是南瓜蔬菜面疙瘩 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妈妈就会做面粉揉成的团 我们台湾话叫做糯米糕 然后把家里现有的食材 有什么东西就加什么东西 慢慢的长大了之后 家里经济逛逛许可了 然后我又是个无肉不欢的人 我不可以餐餐没有肉 后来经过姐姐的影响 我姐姐她是一个素食料理的一个达人 因为她的影响关系颠覆了我 对这个素食原来也可以很好吃 那这个南瓜蔬菜面疙瘩食材 非常的简单 只有青花菜玉米笋还有金针菇 那推荐大家在家里自己做呢 因为外面会有成本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会加一些地瓜粉 或者是太白粉 那其实南瓜自己特有的属性 自己在家里做 其实都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它就会有这种霸式浓汤的感觉 可以吃吃看 推荐大家在家里动手做 又可以吃养生 又可以吃健康 又可以吃美味 好吃 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皮皮虾的果报 皮皮虾 学敏虾姑又叫爬虾 俗称皮皮虾 螳螂虾或赖尿虾 黄太太非常喜欢吃皮皮虾 每到皮皮虾上市的季节 她都会大量购买回来料理 而且每当宴请亲友时 她也会做上一盘皮皮虾来招待大家 大家快吃吃看我做的皮皮虾 你呀 从小就喜欢吃皮皮虾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这样 不满您说 皮皮虾我还真是百吃不厌啊 嗯 味道很不错哎 难怪你会这么喜欢吃 你这皮皮虾是怎么做的 嗯 其实做法很简单 主要是皮皮虾要很新鲜的 我可是一大早就去海鲜市场 亲自挑选买回来的 黄太太 您来看看我这些皮皮虾 都是今天刚从海里抓回来的 很新鲜呢 嗯 今天的皮皮虾的确很新鲜 我买一些好了 好好 不新鲜的虾哪能入你的眼啊 哈哈 你真会说话 皮皮虾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清蒸 先把皮皮虾洗干净 为了把皮皮虾洗干净 黄太太会用毛刷来刷洗皮皮虾的腹部 由于刷的时候太过用力 经常会把皮皮虾的腿折断 为了保持皮皮虾原本鲜甜的美味 黄太太会残忍地直接将它们活活蒸熟 而且在蒸煮的过程中 甚至还可以听到皮皮虾在锅内拼命挣扎 撞击锅盖的声音 哇 这味道可真香啊 怎么样 这种做法很简单吧 唉 难道你没想过这样的做法 对皮皮虾来说太过残忍 对皮虾的邪御 就有了很多血迹 在蒸煮里面